以医疗护理专业闻名的长根大学师生们 承袭在林口归山和复兴庭去行工服务 学校也在近日举办USR成果站 分享师生服务心得 其中一组由物理治疗系师生组成的专业团队 观察到复兴区的长辈行动能力偏弱 因而利用所学打造客制化的鞋垫 要改善长辈们的行走问题 学乡的长者们他大概在走路的能力 那在做一般日常生活的一个行动的方面 的确是有相当的不方便 那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是导入了一些运动的方式 那这样增加他们的平衡能力啦 激励啦 激耐力等等的这样子运动方式 那后期呢 我们就希望能够再进一步的 透过竹电的制作 是不是有更直接的方式呢 帮忙 我手上拿的这一个就是曲膜 可以根据每个人形状的不一样 做一个评估的一个方式 来知道每个人他可能受限的程度 那根据这个组膜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客制化的一个鞋垫 来改善他在行走的时候 鞋垫里面的一个配合程度这样子 受到疫情影响其中一对关怀复兴青少年的团队也发现 当学校在暑假时收回平板和网络SIM卡 平常家中的网络和手机又是给大人上班使用 许多学生就沦为数位中错生 当时团队举办的线上夏丽颖 学员便硬生生从20位变成十孙四位 加上长期在家隔离 住家又分散周围没有邻居 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 那在线上夏丽颖我们发现原来报名的小朋友 后来因为没有网络没有设备 他根本不能来参加 所以真真正正的远距中错生 可能在都会看不到 但是我们在偏向确确实实呈现了 第二个 我们线上夏丽颖结束 我们到了实体的夏令营 还是一样小朋友呢 我们发现他有一些健康上的需求 因为长期的隔离 他的心理的需求 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 所以我们就慢慢疫情解封后 我们就决定由团队的老师 带着所有的带着学生 陆陆续续分批上山 然后借由不同的活动设计 希望能够去介入 山根大学运用医护专业 师生组成服务团队 进驻到桃园各角落 为在地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协助 下方也期盼借由成果展 让更多同学了解到课本上学不到的是 一起加入服务社会 开创改变的行列 接下来刘雨婷 桃园桂山报导